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的最后的信息和预言 而四十五章则是先知对忠心到底的八路 说出了神的应许和祝福 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阅读以下的内容吧 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 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并和沙雅的儿子耶萨尼亚以及众百姓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 对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本来众多 现在剩下的极少 这是你亲眼所见的 愿耶和华你的神 只是我们所当走的路 所当做的事 我已经听见你们了 我必照着你们的话 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 我必都告诉你们 毫不隐瞒 我们若不照耶和华 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 愿耶和华 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他说的 无论是好是歹 我们都必听从 我们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 过了十天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同着他的众军长 并众百姓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 为你们祈求的主 如此说 你们若仍住在这地 我就建立你们 必不拆毁 灾植你们并不拔出 因我为将与你们的灾祸 后悔了 我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 耶和华说 不要怕他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 我也要使他发怜悯 好怜悯你们 叫你们归回本地 倘若你们说 我们不住在这地 以致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说 我们不住这地 却要进入埃及地 在那里看不见征战 听不见叫声 也不至无食饥饿 我们必住在那里 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 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你们所惧怕的刀剑 在埃及地壁追上你们 你们所惧怕的饥荒 在埃及 要紧紧地跟随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 凡定义要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地 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无一人存留 逃脱无所降与他们的灾祸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 清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 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 清在你们身上 以致你们令人辱骂 惊骇 咒诅 羞辱 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 所剩下的犹大人啊 耶和华论 耶和华论到你们说 不要进入埃及去 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我今日警告你们了 你们行诡诈自害 因为你们请我到 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 耶和华我们神 照耶和华我们的神 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遵行 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 耶和华你们的神 为你们的事拆遣我 到你们那里说的 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 现在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你们在索要去寄居之地 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第四十三章 耶利米向众百姓 说完了耶和华 他们神的一切话 就是耶和华 他们神拆遣他去 所说的一切话 和沙雅的儿子亚萨利亚 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并一切狂傲的人 就对耶利米说 你说谎言 耶和华 我们的神并没有拆遣你来说 你们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挑唆你害我们 要将我们 绞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使我们有被杀的 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于是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一切军长 并众百姓 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住在犹大地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一切军长 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 就是从被赶到各国 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 妇女 孩童 和众公主 并护卫长 尼布萨拉旦 所留在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那里的众人 与先知耶利米 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都带入埃及地 到了达比尼 这是因他们 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在达比尼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你在犹大人眼前 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 藏在砌砖的灰泥中 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 对他们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召我的仆人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来 在所藏的石头上 我要安置他的宝座 他必将光滑的宝杖 直搭在其上 他要来攻击埃及地 定为死亡的 必至死亡 定为掳掠的 必备掳掠 定为刀杀的 必交刀杀 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 施火着起 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 神像折去 他要得埃及地 好向牧人披上外衣 从那里安然而去 他必打碎埃及地 博士迈的筑像 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第四十四章 有临到耶利米的话 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 犹大人 就是住在密夺 达比尼 挪浮 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成的一切灾祸 你们都看见了 那些诚意今日荒凉 无人居住 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 去烧香侍奉别神 就是他们和你们 并你们列祖 所不认识的神 惹我发怒 我从早起来 差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去说 你们切不要行 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不转离恶事 仍向别神烧香 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 都倒出来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如火着起 一直都荒废凄凉 正如今日一样 现在耶和华万君之神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你们为何 做着大恶 自害己命 使你们的男人 妇女 婴孩和吃奶的 都从犹大中见出 不留一人呢 就是以你们手 所做的 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 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 使你们被剑除 在天下万国中 令人咒诅羞辱 你们列祖的恶行 犹大列王 和他们厚非的恶行 你们自己 和你们妻子的恶行 就是在犹大帝 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们都忘了吧 到如今 还没有懊悔 没有惧怕 没有遵行 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 面前所设立的 法度律例 所以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我必向你们 变脸降灾 以至剑除 由大众人 那定义进入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 由大人 我必使他们 尽兜灭绝 必在埃及地扑倒 必因刀剑 饥荒灭绝 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 都必遭刀剑 饥荒而死 以致令人辱骂 惊骇 咒诅 羞辱 我怎样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刑罚 耶路撒冷 也必照样刑罚 那些住在 埃及地的 由大人 甚至那进入 埃及地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 由大人 都不得逃脱 也不得存留 归回由大地 他们心中 深想归回居住之地 除了逃脱的以外 一个都不能归回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 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 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 聚集成群 回答耶利米 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像天后烧香 交电计 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 君王 首领在犹大的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素肠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 享福了 并不见灾祸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我们倒缺乏一切 又因刀剑饥荒灭绝 妇女说 我们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做天后上的饼供奉她 向她交电计 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 回答她的男人妇女说 你们与你们列祖 君王 首领 并国内的百姓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所烧的香 耶和华岂不纪念 心中岂不思想吗 耶和华以你们所做的恶 所行可憎的事 不能再容忍 所以你们的地荒凉 令人惊骇咒诅 无人居住 正如今日一样 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她的话 没有遵循她的律法 条例法度 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 正如今日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 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 手里做说 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 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 而偿还吧 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大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 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饥荒所灭 直到灭尽 脱离刀剑 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 那进入埃及地 要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是我的话呢 是他们的话呢 耶和华说 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 必有预兆 使你们知道 我降祸于你们的话 必要立得住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埃及王法老何弗拉 交在他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向我将犹大王西底加 交在他仇敌和寻所其命的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手中一样 第四十五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静第四年 尼利亚的儿子巴露 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 写在书上 伊利米说 巴露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巴露曾说 哀哉 耶和华将忧愁 掐在我的痛苦上 我因哀哼而困乏 不得安歇 你要这样告诉他 耶和华如此说 我所建立的 我必拆毁 我所栽植的 我必拔除 在全地 我都如此行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我必是灾祸 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使你 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